家人们好,今天分享虾扒子的制作 先告诉大家怎样分辨公母 虾扒子脖子的部位 它脖子上带一个白色王子的 这种的就是母的 左边那个是公的 现在虾扒子又肥又便宜 那么做虾扒子到底需不需要加水 作为海边的人我来告诉你 洗的时候不要扎到手 锅内不用加水加入大块的葱和浆 直接下入虾扒子 撒入适量的金盐和一勺啤酒 其余的调料撒也不用放 盖上干闷煮6分钟 虾扒里面会自带一些水分 所以说不要担心锅会烧坏 6分钟过后这虾扒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虾扒子肉制紧实营养不流失 接下来我就把吃虾扒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 先用剪子把头剪掉 然后贴虾扒子的两边剪一下 然后中间一把壳 肉就轻松地取出来了 没学会之前 很多人不会吃 肉都吃不尽 里面剩的全是肉 现在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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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